新海白年華蒼桑的節目 我是謝二芳 我是麥葉成 剛剛搞完人民力量的籌款晚會 不錯 你不如先介紹一下 整個晚會的過程 人民力量在倫敦酒樓搞了一個成立大會 有一個酒色典禮 明目坦白說 劉嘉雄做主席 劉翁 我們號稱劉翁 網友都聽到他的名字 阿欣申說了副主席 我也是副主席 謝謝 這位是任命力量新主席 厲害 頗有 頗鷹聽 那晚 明目坦白說 最主要目的是大家聚一聚兄弟 第二是籌款 那晚應該籌到五十多萬 相當不錯 五十多萬是拍賣的部分 拍賣就 我猜是五十二左右 我也被人輸了三千 應該支持一下 你都是委員 很厲害 那些東西 你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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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下三幾十年 很值得 就瓜給我兒子做遺產 可能都值三萬元 通常都是好東西 留給下一代 唱歌 五千元唱一首歌 我們麥兄唱歌一首歌 五千元 五千元 值得 雖然都是 五音不全 但都靜千 靜千 靜千 張高榮 這裏來 看看幾支 剛剛 這個號碼 這是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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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人民英雄 七一戰士 人民英雄 那些號碼 就是當日留守之後 被警察強行抬走 的秩序 返到警署的號碼 秩序 秩序 手帶的號碼 他出來也是這個號碼 跟著你的 哈哈 這個號碼 都是光榮 還可以的 小弟 剛剛遮蓋了 一百八十幾位的人民英雄 力量的人民英雄 我們呼籲他 明晚再去立法會 明晚 先去剛才那一幅 記者招待那一幅 為什麼我要強調那幅呢 我們這幅 大家來到的時候 就不覺得是什麼 其實呢 在記者招待會 我們最早的 不如整個房間有個酒會 招待記者 也會走的 喝杯 噴廚 噴廚 但是一到 那個背景是沒有什麼的 為什麼沒有什麼呢 就是我們塞賊 記者招待會 總要有一個背景 不是 我打算在台前 但是我們記者會 是一間房間 好了 我就凌機一觸 就把那張 大堂展 把簽名的那張 噴廓 拿進去 拿進去 謝兄啊 所以有些頭腦 拿進去之後 就強行將它成為一個 記者招待的 可能本來是 是Banner 給你們強行 空白位 拿來做簽導 又給嘉賓 不是 原來也有簽導 但是沒有 那個Bad Job 但是 我想想想 這是 因為 這個我們都不成功 總之冠節 人民力量遍地開花 就是 酒樓市應 不是 記者問我 他說你們在這裡開記 我說是 他說有沒有 說明 我說沒有 那就死定了 大哥 如果後面有一對龍鳳 那樣 那樣 你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記者招待會 所以 就立刻抽起了 簽名那塊布 都拿出來 人中龍鳳都齊齊在這裡 都OK 都算搞得不錯 我們劉翁又罕過激昂 我聽到你少少生 劉翁就是當主席 非舉莫屬 沒錯 那 明晚呢 明晚 後晚 大後晚 三晚 真的嚴重 我們三晚 希望各位網友幫忙 一月發動你的群眾 發動你的朋友 親朋戚友 一月反惡法 包圍立法會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第一 你這個禮拜不去包圍 包圍立法會 九月之後 不是這裡 立法會搬大會 所以 第一 有歷史價值 第二 因為我們反對惡法 這些惡法是最討人真的 所以我們要反對它 特別是選舉權來的 取消我們的保選權 怎樣打 我們要反對 連續三天 希望大家出席 我們有很多節目 明晚六點鐘開始 六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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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些 即是將民意高飛 大家一人駕一個子飛機 就寫出民意兩個字 飛入立法會 希望大家就特別 教大家接飛機 各位問 多問 是 我也在Facebook裡 看到那個飛機 都很容易接 接幾接就是一個飛機 這個飛機是特別一點 這是骨頭的 第一 骨頭是 飛得比較穩穩 是嗎 還要飛得比較遠 這個和諧色好像尖頭 和諧色 哈哈哈哈 好像一停飛 其實太吵了 太吵了 呼籲大家去吹席 是 三天 三天 都是六點半到十二點 沒錯 是嗎 還是日網直播 日網直播 日網直播 十三日明天 十四日有一天 十四日風也燒燒 是 即是在立法會外面做 直播 沒錯 所以大家要去參加一下 現場看 看老蕭說話 是 正 星期五更厲害 星期五就是 這個特首的答問大會 下午 下午 我們就 歐圍立法會 臨退三個圈 特首進入立法會 我們當然要 給他一些顏色看 歌順一下 對 一語唱水 那種的 等他早點下台 哈哈 老實說 好像文書 他也未必頂得住 不是吧 右腳筒 可能這次是右腳筒 大哥 好醜 老母董已經腳痛下台 痛了一字 沒有理由 這個曾特首又要腳跟下台 他也 難道都被我們唱到你痛了 哈哈 那就好了 大家聽到了 十三十四十五 六點半到十二點 我們在這個立法會有個集會 請大家就 幫忙 幫忙 出席 我們要顯示一下人民力量 給香港政府看看 民意是不支持這個 是一個 逮捕機制 說得好笑 警方又打電話給我 喂 麥先生 你們搞笑 什麼都行 不要緊 不過千萬不要出馬路 為什麼 出馬路就拘捕你 回家路規則 三條人出馬路就拘捕 當你一千人出馬路 二千人出馬路 那你拘捕什麼 你又 這些 你說的 說得多嬌餘 行出馬路 我人少 我也不會走出馬路 人多 你看我出不出馬路 那不是人多 不過那裡行人多 坐不完 那就是人少 人多 我當然要出馬路 你說我不出馬路是假的 多餘的 所以明天一於逼爆他立法會 人多的我照出馬路 不用理他 夠膽你就再拘捕我們 最多來一次 又弄個手帶 又弄多件衣服 沒問題的 這次不同的號碼 可能我九十一個 不是十九號 那好吧 我們先回節目 年輕的活動 再呼籲一次 好 那就是7月17號 那就是在這個 粉嶺火車站 旁邊那個小巴站 就是粉嶺火車站的小巴站 去農若頭的小巴那裡等 在農若頭的小巴那裡等 我們今次呢 就會去這個農若頭的 不是 經驗那裡 就去看看有關 是一些 宗族的發展 和其他弱小宗族的矛盾 和互動關係 今次呢 就會一樣 是十點鐘 就在這個粉嶺火車站 我們改了這個粉嶺火車站的小巴站 五十四號K 這個小巴 這個小巴 去農若頭的小巴站 那就是 希望呢 十點鐘 我們十點十五分呢 就會出發的了 希望到時呢 會見到大家 OK 那我也打發個網友 有網友問 網友問 看看先 不是這個 這個現在即時問的 這個即時問的 是新的 是新的 他說我記得九七年前呢 前呢 有一位香港的國民黨人呢 就選上了立法局 那後來呢 又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那就辭去了立法局一職 就去了台灣當立法委員 不是任善寧請問是哪位 哦 我們幫你澄清說應該是吳惠祖 不過當時是辭去區域市政局 不是立法會 即是當時呢 當選立法局議員的就是任善寧 有一位叫吳惠祖 我們老友來的 他當時就是區域市政局的議員 他就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立法 即是僑選立委 那時候還有僑選立委 僑選立委一職之後 就辭去了區域市政局這個身份 因為他就不可以相容身份 即是既又是中華民國籍 又是香港籍 那就不行的 所以呢 他一定要隨便一樣 他等於當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當然是高級很多啦 大哥 當你一個 當你一個被人殺局的區域市政局議員 他有差異嗎 那這位就不是祖先生 如果有機會呢 我也請他來做節目 也好啊 不如下個禮拜找他來也行 你知道這位老人家 已經心居簡出 是嗎 關著臭女兒 又和我一起住在屯門 你叫他11點半回家 的確有點困難 我看看他 看看他 問問他 找一集找他來做節目 如果他開車 就載我回家更好 哈哈哈哈 好了 那 還有一位 這位 很長 這個問很多問題 我們分為四個問題去解答 好嗎 好 先說一句問題 給大家知道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這個 省港大罷工 是嗎 當時有一批人 參加這個省港大罷工 在香港的人員 就離開香港 因為省港大罷工之後 他們就被港英政府鎮壓 於是他們離開香港 就走路上廣州 但是這群人 是不是有民族骨氣呢 這群人當然有民族骨氣 但是回到廣州 這個網友就說 咦 又找不到工啊 就發現這個民族主義 是沒有飯吃的 找人的 所以就有一句說話 就是 走路上廣州 對 走路上廣州 對 其實這個呢 會看回 就是說當時 民族主義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呢 而廣州 當時來說 也不是環境 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呢 很有機會 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 那 其實這個 省港大罷工 是1925年5月發生的 沒錯 其實上海發生了一些英軍 五三慘案 英軍的巡捕 就是槍殺了13人 十三人 歷史上已經叫做五三慘案 就是五月三壽的慘案 激發起當時 尤其是這個 由共產黨控制的一些香港工會 發動了一個省港大罷工 那就是 省就是廣東省 香港 兩個地方的大罷工 那麼 香港的一些工友 就是 有些坐火車 有些真的 早一批呢 早一批是坐到火車的 但是後來已經變成火車都發賣了 那他們沒有辦法 正所謂 就是 唯有走上來 走上來 發覺 山公大罷工平息之後 留在廣州沒有工作 經濟又開始蕭條化 那時候可以當兵 當時國民革命軍招兵 招兵買馬 但是 除了當兵 就真的沒有工作 所以他們覺得 糟糕 我這麼辛苦來愛國 愛完國之後 我竟然 香港的工作就丟了 沒有工作 就回不了去 廣州我就找不到工作 想想 都是昂秋秋 走路上廣州 所以有些怨氣 結果就有好一部分人 就參加了國民革命軍 可能那個火車司機也要走上去 那時候更加笨 被駕上去 那 所以這個 剛才謝先生就說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 有些人呢 是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的 但是 這個網友就說 這個會不會是後來的張法輝部隊呢 可以這麼說 在當時來說 張法輝將軍 就未曾冒出頭來的 當時來說 在廣州來說 那時候 張法輝將軍都未曾冒出頭來 那直到什麼時候呢 那直到什麼時候呢 那就是 要去到 三十年代中 1933年以後 那張法輝將軍才開始冒出頭來 所以這個呢 就是 回答這個網友的一個問題 你回應一下 兄弟可以大聲一點 你說是 所有三個人的聲音都小 或者是 某一位的聲音小 我都想知道 如果三個人都小 那麼 控制室那裏呢 就要跟他們搞搞 要大聲一點 可以嗎 現在好嗎 好了 這位網友又問了 十年前看那一套 近代歷史片 就訪問了一個國民革命軍的老兵 他說唱 我們 打倒列強 原來那首主題曲 我們開場 最後那兩句 一起唱一起唱 我不知道 因為老兵記錯了 理論上就不是這樣的 是齊奮鬥的 齊奮鬥 齊奮鬥 這是北斐金時唱 一起唱 你知道 我們老兵時代九遠 他自己可能都已經 搞錯了 很多版本 自己搞錯了 記得不是太清楚 我們現在播放 開場白的那首歌 才是原裝正版 國民革命軍歌 是的 第四條問題 這位老兵 就說 當初 那個人都有革命理想 紀律嚴明 但是 隨著北伐 和打敗軍閥之後 就不斷收編其他部隊 改編這些軍閥的部隊之後 就把軍閥的士兵 瓦解 分編為各支不同的 國民革命軍之中 結果 單純的國軍士兵 就和他們身上 就襲染了差略的習慣 就開始賭錢等等 這個 都是事實的 可以這樣看回 應該這樣說 老實說 以前的兵 哪有現在的部隊那麼嚴格 現在的部隊就是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是吧 就是 那個長官叫你這樣做 你就只是這樣做 就不能做 第二 我叫你向東 你就一定要向東 那時候 現在的紀律是很嚴明的 是 以前帶兵 就可能未必有 那個紀律 未必有這麼執著的 不過其實說到也是一個事實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有一點 黃埔軍校訓練的那些軍官 那些軍官是很有理想的 至少其他的兵 小兵 他們都打上了女職 又升 起碼升連營 那些當然是比較上 有些是新兵 老兵 那些是靠公職而身上來的 公職 可能是爛仔出身的 是吧 沒有公開 於是去打 當兵 打仗 好像東征那樣 你攻陷了維州 於是收編了 曾經有一萬名部隊 編迷國民革命軍 其實 原先國民革命軍 五萬的 一路不伐一路打一路打一路 打到幾十萬出來 人數很快 人數很快 就是收編 收編其他 曾經有人說過軍隊的質素 如果德國部隊 德國人 長官叫你跳到懸崖 就跳下去 看也不看 就跳下去 一信長官知道 下面有救生王之女 日本兵 就看回頭 問問長官 問長官是否堅定的口 命令 再跳下去 那中國人呢 長官叫你跳下去 然後大家看一看 傻的 立即殺了 不是 是看一看他之後 把長官推進去 沒錯 這個是叛兵 另一個角度就是這樣的 國民革命軍收編的部隊 其實都是由原來的部隊 原來的將軍去帶回 舉個例子 例如湘南 湘南 湘南 當時是唐生智部隊 後來唐生智 就支持蔣宗正 不伐 組成了聯盟 也將他們的部隊 撥歸給蔣宗正 改編 但是呢 那支部隊 仍然是受到唐生智管轄的 所以呢 地方上的部隊 就未必一定是由這個 當時的國民黨 就是蔣宗正先生管轄 當時來說 是有個稱呼的 就是如果是蔣先生 直屬的 後來就稱為中央軍 或者叫做黃埔系的部隊 所以呢 這個情況 網友就要留意 同時襲染 這個腐敗的風氣 其實到了後來 就隨著這個 清黨 清黨進行之後 其實在國民黨裏面 很多軍隊的 年輕軍官 有勇氣的那班 或者是比較精銳的那班 有部份被人稱為共產黨 就排走了 所以呢 變成了 有一段時間 國民黨自己本身的軍隊 都會是 因為這個清黨的關係 而受到影響 就沾染了一些 外面的士兵進去 這個都要講一講 給大家認識 因為黃埔軍校 建軍的時候 當時是聯外擁共 那些政治搞官 即是真來 都是政治部 副長不升到主任 是 另外呢 當時收身的時候 基本上有很多網絡 很多是共產黨都加入的 是 加入成為軍校的 所以當中有很多黃埔子弟 舉個例子 維州城那個姓陳 陳 好像陳根 其實他 最後 他是成為 解放後 共產黨的國防部副部長 陳根大將 陳根大將 第一個攻上維州城 那 在這個情況 當時是 初初很報變 但後來 黃埔軍校 再清黨的時候 還沒清黨之前 其實 不乏之前 陳根大將都下令 黃埔軍校裡面的 共產黨 退出國民黨 那 第二 就要 交出明察 麻煩你 你加 共產黨加國民黨 不要緊 麻煩你加 誰是共產黨 先趕了 後期再清黨 當然有些隱蔽了 沒有趕出來 最後可能發展到後期 特別是 國共大戰後 1945年後 共大戰 就出現很多問題 因為 一講清黨 我們要講西山會議 好了 這裡我們先不講 我們上一次講到 中山先生世世 沒錯 小先生 我們也要講一講 講完細細 小細 還有中山寧的建築 沒錯 大家也有興趣 好了 我們下節 我們下節 夠了嗎 差不多 差不多 不過先說一些背景 好了 中山先生 1925年的3月12日 很多人都說是肝癌 肝癌 肝癌 細細 後來原來是 有個兩岸 有關於中山世世世病歷的研究 是 那發覺呢 孫中山就不是肝癌 是啊 是不是 通常那些老教授 最後就炒一些東西 發表一些 語表不同的 這個當然 異論還是異論 什麼病呢 1999年 海峽兩岸學者 在交流孫中山的事跡的時候 協和醫院醫生 拿回當年孫中山的病歷 那發覺呢 他寫著叫什麼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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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管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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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癌症 都是癌症 但是就是 因為 那時候的醫學 都不太好 現在的治癌都比較容易 那就是轉移了 轉移了去胃那邊 就是走過去胃那邊 但那時候你做過法療 當時有化療 但是當時的化療 都很爬爬烏的 大佬 都脅和的很厲害 當時 雖然是脅和很厲害 但是當時的醫學 全世界醫學 對癌症都是束手無策 水平還沒多 所以 那個研究就是 發覺 入院的時候 就是膽管腺癌 那時候一月入院 那就是 原來他是 膽管腺癌的轉移 就變了胃癌 所以就是 原來那個引法 就是膽管腺癌 所以就是 這個 後來一直都說他胃癌 胃癌都沒有錯 因為轉移了去胃 最後是死於胃癌 但是他原來那個 病法就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你最主要都是 說回他太粗勞 真的粗勞 是不是粗勞呢 那OK 那或者我們 人都是有些癌細胞存在的 是不是 就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又引起了 所以就是 是不是粗勞都很難說的 所以 要適當休息也對的 好 我們下一次再說 下一次再說 好